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天 使我们受主的引导 受保护 行善 求主赐予我们智慧明哲勤胜 我们确信在今天 主赐予我们万事哄通的祝福 使我们一定获得喜乐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求主使我们通过这些就要悔改 感谢 感恩 懂得感恩 感谢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获得祝福啊 祝愿您多得祝福 祝愿您多得祝福 后排的信徒们也多得祝福啊 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真灵真是我们的帮助 这是全能者和我们立下的应许啊 我今天做默祥祷告的时候 也回顾了我小孩子的时候 在我童年时期 当时的教堂是我们老丈母娘 上上几辈 是八九代 上上八九代一辈 把自家的地献出来 建的礼拜堂 然后那时候 我小时候去陈庚礼拜 人多的时候就才三个人 而且 下雪 雪的厚度 有我个儿那么深呢 就 下雪有多深呀 就是 我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 但是 雪都到了我的 都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边 每天 边扫雪 边去教会 前面走的人先扫了一段雪 然后我们再继续扫雪 去教会 然后 我的母亲呢 经常在教会里睡觉 就跟大家一样 没想到那种信仰生活给我带来如此庞大的祝福啊 而我跟着我母亲也在教会里睡了 其他兄弟姐妹没有 上帝说了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获得这一切的祝福啊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财富的祝福啊 我们兄弟姐妹好多 大家知道 我们行什么 得到的也不一样啊 那会儿参加凌晨 城庚礼拜 就三个人 两个人 而且当时都做农作物 很辛苦工作 就都是在夜间工作 好像因为夜里太劳累了 第二天凌晨根本就无法参加城庚礼拜 而我的母亲呢 每一天都去教会 而且在教会里睡觉 而我总是跟着我母亲去 我没有什么记忆了 我都不记得当时教会里有没有牧师啊 城庚礼拜都没有牧师的 而我母亲每次去教会就哭一夜 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跟着就去睡觉了 只有这样的记忆 结果我得到的祝福是多么的多呀 就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我当时不明白 这城庚礼拜是我的祝福啊 我就跟着我母亲去那里睡觉 然后我母亲用她的围巾给我盖上 有些家庭也有用胡皮做的围巾 然后有些可能就用织布做的围巾 反正就有这些记忆 我们来教会里睡觉 我们来参加城庚礼拜 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的是不同的呀 好些人说了 为什么我离家这么远 没自己的房屋 我们来教会里睡觉 这可是奇大的祝福啊 在家里睡觉 上帝告诉我们 你首先获得了祝福 你才能使身边的人得祝福 我做了牧者之后 我更加的 我更加的观察和关心身边 做信仰生活的人 或者是做牧者的人 而这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 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话语非常精确 所以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总是这个 我们在今天凌晨上帝使我们获得帮助 首先我们都是要以上帝 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而这城庚礼拜 我们总是不想起来 想多睡一会儿 这时候就爱着自己的肉体了 然后跌倒了 好些人都是这样跌倒的 这次我参加复兴会之前 我也感冒了 然后师母就劝我 牧师啊 你去参加复兴会 你要先去 你咳嗽这样是没有恩典的 所以你要吃药啊 如果依靠药物的话 可以吃药 没问题的 而我呢 我确信不用吃药 就能得抑制 所以我不吃 所以我没吃药 没吃感冒药 来参加复兴会出汗了 全身都湿透了 然后晾干再回来 而我们总是爱着自己的肉体 这时候得不到医治 我说我死也好 我献出生命 这时候来参加复兴会 结果得了医治了 然后回到家里 大家知道有种外套 就是夏天穿的外套 然后上身下是穿的 几乎都是夏天的衣服 因为我也 我就找到了这些衣服 然后去了西面那一带 出门了 看见好多年轻人们 穿的是冬天的衣服 包裹住 然后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问我 您不冷吗 而他们是围着围巾包裹住全身 然后还吃着冰棍问我 我回答我提前先凉爽一下 就按照我们的想法 上帝如是为我们实现呀 我内心存什么样的心 上帝为我实现呀 有些信徒在辛苦中 他始终是把自己的肉体 放在第一位了 那直到你得到了改正 上帝让你辛苦啊 我们一定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这时候就立即获得医治 我们有时候怕医生 听医生的话 那你还不信上帝 那你还得受辛苦 最终最终使我们信奉的是上帝 在信心中上帝引导我的话 我们就如是顺从啊 我们始终没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把世上的放在第一位 或者把肉体放在第一位了 提摩带后说三章一节 你爱惜自己肉体 你来到教会 你也无法遇见上帝呀 你没有遇见上帝 你始终成了魔鬼的奴仆 在辛苦中 我看一些信徒 为什么总在辛苦中 他还得受辛苦 直到他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 这凌晨上帝要帮助我们 我们要得着帮助 今天上帝的话 我知道现在讲的 看似好像讲的是世上的话 讲的都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今天需要抓靠的上帝的话语是什么 是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 有些信徒为什么不行 就是爱惜自己的肉体 把自己当作第一位了 饭碗如果倒着的话 无法盛饭呀 无法盛饭 今天我们这凌晨 为什么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就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直到这个得到了改正为止 今天在这时间我们要得上帝的帮助 这凌晨要获得这帮助啊 有一次主日礼拜 晚间的礼拜 时间 师母跟我讲了 牧师明天有这样的行程 我看一共是四个行程 而且并不是一次性交代的 一开始师母说明天上午 您要做这个 我说好的阿门 然后没过两个小时 师母又来找到我说还有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说阿门 然后过一会儿又说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心里想 这一上午肯定做不完这些四个行程啊 而师母呢 交代完一件事情可能又忘记了 然后又交代又交代 结果交代了四样的事情 我们教会的员工们应该好多这样的体会吧 吃不消的行程怎么能做呢 而这是顺从啊 用我们理论想是不行通的 而我就全阿门了 结果呢 礼拜一早晨了 有一个电话打来 就是一个去世的消息 消息 一位信徒租葬 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情 是礼拜五 上礼拜五一直来联系我们牧师 结果没联系上 所以昨天交代的那个四个行程全泡汤了 做不了了 就去参加葬礼去了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计划 这个行程上午是什么 下午是什么 结果全破汤了 上帝引导我去参加葬礼了 你 真言十六章一节 这计划是我们来做 结果我复引导我们呀 所以不要抱怨让你做了什么 给你交代多大的事情 好些人很聪明吧 就是总有理由 会说这个肯定做不到的呀 你不要着急嘛 上帝在做这一切 这计划我们在做 结果行事在于上帝呀 受上帝的引导就可以了 而我们呢始终要先理论一番 先就是自己跟自己争吵 夫妻之间又争吵 上帝的行事是不同的呀 上帝在做事情 所以上帝做一切的时候 两个人都阿门了 而我们总犯罪是什么呀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好些心就去抱怨 牧师都跟我说好了 约好了 怎么牧师没有旅行呢 所以不领悟这一点 没有体会这一点的 就总是抱怨牧师或者师母 直到你这些想法都瓦解了 这才是受洗礼啊 所以没有时间去抱怨 或者是有理由 为什么上帝到我们 纪念初埃及事件呢 本该只需要两个礼拜 就能进去的 进迦南地 结果通过四十年时间之久啊 按我们世上的理论 觉得这太夸张了 就一会这么走又那么走 而确实这是现实实在的问题 确实实在的事件 上帝在做一切一切的事情啊 我们大家不要犯罪 这个牧师怎么又没履行他所做的 他们你们做悔改祷告吗 把这个罪当作我的罪来做悔改祷告 知道我的内心良性无愧 这时候上帝给我祝福啊 而我们呢总是抱怨哎呀 牧师又说谎了或者谁又说谎了 这一切分明是让你做悔改祷告得祝福的 这就是今天成功礼拜我们需要领悟的话语 121-22节2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照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阿们 无论夫妻之间总有争吵纷争 或者相互恨相互讨厌 这都是为什么呀 就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约好这一天做什么事情 或者这一年就这么一次的约定 结果呢又没履行 然后就相互抱怨 怎么一年一次你还不行做不到呢 不要这样做悔改祷告 受上帝的引导吧 而我们呢就争吵了 就把祝福都倒掉了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给我们祝福 非要通过这些事情给我们祝福呢 上帝是一定让你先洗净你的盘子 得祝福之前 得福之前一定是有该做悔改祷告的事件 有该做悔改祷告的事情 为的是让你得祝福 所以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而成了假的教徒就总不感恩感谢 就总抱怨 总抱怨怎么这样 不是都约好去外出吃饭了吗 怎么又没履行 通过这个事情你做悔改祷告的祝福吗 而我们呢 越是这时候就不做悔改祷告 就反而去抱怨了 总觉得这一切都是该抱怨的事情 一直以来都是因为你抱怨了 没得祝福啊 感恩感谢 这时候是得奇迹的祝福的 克林克前述十丈世纪 抱怨是必定败坏的 你们夫妻关系不好 这肯定是又抱怨了 夫妻这两方双方都在别别扭扭 就是不感恩不感谢 因为另一半你感恩感谢的时候 这时候给你祝福啊 而我们呢 总觉得抱怨 这个行为真是没法看啊 就说他的行为真不好 就很抱怨对方的行为 整天被这些事情捆绑住 夫妻关系不合谋 说明是让你得祝福的声音 而我们却无法领会 总爱抱怨 所以自己倒掉了祝福 走向败坏了 持住不行的信徒们 赶紧领悟吧 要么就是抱怨自己的另一半 说我的命运怎么这么差 然后就又倒掉得福的机会了 上帝是要给你祝福啊 把眼前所抱怨的事情 当作自己的罪来做悔改祷告 把一切都变成祝福吧 而我们呢不做悔改 反而又抱怨 哎呀真讨厌 哎呀真坏 十年二十年前的 都有翻出来 又抱怨一遍 结果真的 一个会议都变成了 碗梗的水泥块了 会堆积成水泥块了 我们信徒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牧师怎么都明白呢 这都是上帝的话语啊 我们现在感恩感谢的时候 是得祝福的 无论你抱怨谁 抱怨父母啊 抱怨世界啊 或者抱怨你的亲兄弟姐妹 凡是抱怨都是败坏的 好些人爱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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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是爱国家的心情 我们 而首先要领悟 我要 我首先要正 心里不正 你光有这样的心思 反而是歪曲的 好些教授们 在电视上 出演讲 而自己内心都不干净 不洁净 光讲这些话 却不领悟自己是歪曲的呀 我的心里先正啊 你再怎么想爱国心 爱国心 比如说我 我自己歪曲的话 我看待一切 我说的话都是歪曲的呀 自己却不领悟 无论是 当今的大学的教育 不是依靠大学的教育 是国家得心胜的呀 我们的良心要活过来 心要正啊 好些腐败的问题 如果大家和我依靠着基督的奥秘 使良心活过来 使我们的心活过来 如果我们的良心不活过来的话 我们的将来真的是很黑暗 无论是年轻人 还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内心不正的话 内心都带着恶没有善 就很伟善 二重人格 装模作样的好 这时候这个国家得不到 这样的话 这个国家无法兴盛了 这凌晨上帝是我们的帮助 这成更礼拜之前 我向主求告 主啊 昨天晚间礼拜 我没有来求主饶恕我 而今天这成更礼拜 在凌晨主帮助我的应许 我顺从这句话 我来参加成更礼拜 而这个帮助 不仅是使我一个人的帮助 使我们所有的信徒得帮助 使我们所有信徒的家庭得救 无论我们的国民走到哪里 使我们的国民能点亮周围 这个祝福不仅是我的祝福 是使我们国家得救 使整个人类得救 是将来得救啊 好些人为国家担忧 无论是十年后二十年后 都很担忧我们国家会如何 当今年轻人总遇到一些事故 都不分你我 随便有人身买卖 因为在堕落的政治中 行恶都很自然 据说我们国家 卖一些女人 而且我们韩国人去国外旅游 结果总是人没了 据说 因为我是国际刑警 国际警察的一个 国际警察的会员 所以总有这些消息告诉我 这种很危险的事件 在世界上都已经蔓延了 所以出去旅游的时候 不要一个人行动 都要在一起 酒店也不是很安全 在酒店里失踪的人数也特别多呀 这说明什么呀 就整个世界都是这个趋势 那我们韩国也是这个趋势 这是因什么原因 这都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问题 心里堕落了就不懂得感恩 就什么都不懂 对这个世界也不明白 我们国家以后会怎么样啊 当今的大学教授们 好些大学教授们 现在都成了什么样的趋势了 收钱 收钱使这个学生入学 就整个大学的教育变成买卖了 一开始就做买卖了 都蛮有正常的教师 都变成买卖了 没有真实的知识的传达呀 所以学生们逐渐就不尊敬教师们 那教师们呢 只爱财爱钱 无论他是贪污的还是做什么的 这个教师这个教授 如果在一个大的家庭或者是有钱的家庭 他们就觉得这是成功的 没有钱 穷困潦倒就觉得这是失败 这价值观都歪曲了 好些老师 搞科外的教育 结果挣了很多钱 家庭有钱了 就觉得这下成功 当今的科目 找什么专业 学什么专业 也都是为了钱选专业 那结果这些人的将来 我们将来会怎么样的 没有将来 好些人在职做公务员 无论是长官还是身处高职位的 都行恶 这都是什么原因啊 年轻人以前是为了买房 这不叫成功啊 买了房就成功嘛 而好些人把目标放在买房上 而现在呢 又不买房了 哪怕租房 我得先有车 这现在就是为了自己的乐趣 这价值观就越来越走向偏 走误会了 而我的心活过来才是价值观正 所以一定要通过这四季段悔改 否则我们大韩民国真的没救了 这如此可贵的消息 这宝贝 这不能光我自己好啊 这凌晨的帮助一定会使我得救 使我的身边的人得救 我的良心无愧 我要使我的三个良心活过来 任何其他的宗教 也没有使良心得救啊 其他的学问更是没有如何使良心得救的 我内心都不正 无论搞什么音乐搞雕刻 还是说搞艺术 我的内心都不正 这些所做的作品有什么 所出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听的时候 好像这句 这个曲子是名曲 但我们却不领悟 就是我们和动物有区别吗 我们和动物有区别吗 我的心不正 我的良心没有活过来 就和动物没区别了 我们首先要使自己的良心活过来 这时候才有名曲 真实的名曲 才有名作品 大家知道狼 狼也有吼叫声啊 那这个吼叫声好听吗 狼吃羊的时候 真的是撕裂了羊的身体 然后有时候好些作品 就是撕裂的作品 我们以为这就是好作品 我的良心要活过来 否则都没法做人呀 我们要找回上帝的形象 我都没有找回上帝的形象 我做什么都不是优秀的 反而都是情侣 为了出名 一切都是虚无的呀 上帝帮助我们 只帮助良心活过来的人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而一定是良心活过来的人 我们要信靠的是真理的话语啊 这次我去首尔参加父亲会 这些牧师们就跟我讲 条牧师啊 我做牧者都二十年了 而且二十年以来 我真的是很自负自己多读了圣经 而且读了好十遍 很自信的生活 而您的讲到我真的是第一次讲 条牧师你不能光自己有这些 你一定要把这些都分享出来 一定要健康啊 马可分思章 而耶稣 耶稣传道也有疲劳的时候吧 我呢也有这样的时候 我总跟大家讲 十年以来这个出汗出的太多了 这个嗓子都已经是很很干咳 整个身体都缺脱水 喝水都不觉得解渴 只有我有这样的体会 跟大家讲 大家也不灵慧不明白呀 我只受上帝的引导 受上帝的引导也休息一会儿 那这成功礼拜还是晚间礼拜 这一切都是来看上帝的 不是来看我翔牧师的 通过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来爱上帝得一切的祝福啊 相信上帝也会让我休息一会儿 然后让我做更大的事情 使我们国家得救啊 我们的良心活过来 才能是这个国家得救 哪怕一个柱子是稳的 整个房子不会倒塌呀 上帝是不仅使我们一个人得救 是使整个人类得救的 所以来到这里听讲到的信徒们 就是从世界各地找到我们 从全国各地找到我们 这是上帝在做一切的事情啊 这凌晨谁帮 谁能得上帝的帮助 良心活过来的人 良心无愧的人 这时候得上帝的帮助 无论求什么都能得到 真切的祝愿大家一定获得这祝福 做有福的人 身体带着病痛的信徒们 赶紧领悟吧 是爱惜自己了 太爱惜自己的肉体 只把自己当作第一位 这时候是不行的呀 向上帝告白 我死了 我要先出生命 我死就死了 来爱上帝 我给大家做什么榜样啊 我参加复兴会 我说我去参加复兴会 我死就死在那里了 结果呢我得了医治 一直以来我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做主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吃过什么 嗓子疼的药啊 或者是感冒药 我的师母一直劝我吃药 我说我信靠的是上帝呀 我就没吃药 相信上帝为我们负责这一切 只要你的心获得了医治 今天是我们的帮助啊 只要我的心获得了医治 就能获得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帮助一定是事 我的良心三个回过来 通过做西断的悔改 使三个良心活过来 才能得上帝的帮助 祝愿大家今天获得圣利 一起来做祷告吧 主啊 您是按照我们的心 如是为我们实现的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我们的心怎么样 上帝如是为我们实现 求基督的血洗净我的心 使三个良心全活过来 使我们的心符合上帝的旨意 这时候无论我们求什么 上帝为我们实现什么 求主使我们顺从主的话语 一定获得这祝福啊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观看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